梁潇是刘天华先生在1928年农历除夕夜 与友人欢聚首岁的时候即兴创作的一首小品 乐曲优美 抒情 轻快 流畅 充满了诗情画意 演奏这首作品我们首先要掌握以下几个基本的演奏技法 第一 运工的松弛和平稳 换弓的时候手腕转动要缓慢 弓速要均匀 特别是两个八分音符 弓段的安排要平均 我们来看一下 另外呢就是内外换弦要尽量的连贯 特别是连工时候的内外换弦要做到没有痕迹 就需要注意换弦不要用力过猛过快 尽可能的让右手的拇指与中指无名指配合默契 顺势而为边走边换 我们可以在空弦上先练习一下 为了符合乐曲优美舒缓的特点 左手呢要采用中幅缓慢而松弛的柔弦 这也是我们常用的一种柔弦 手指在弦上做摆动的动作 触弦点呢从指尖到指面来回交替 手指的状态也在拉长和弯曲间变换 注意这个时候手臂是不动的 我们的发力点呢来自整个的手 手指的关节是柔和而放松的 还有就是要注意换靶的连贯和轻柔 在这首作品里我们换靶是用手腕先行的方法 大跳换靶的时候要注意不要直上直下 在换靶的两个音之间呢 手指要以弧线的方式运动 这样呢既可以提高它的准确率 也增强了清晰度和连贯性 演奏颤音和装饰音的时候呢 初学者常往往是只注意了这个短促快速 虽然快了但是很紧张 松了呢又容易含糊不清 所以颤音打音的练习首先要保证手指的触弦力度 同时呢注意这个力度不可以来自整个的手掌 要让手指独立的完成 在提高手指的独立性力度的基础上呢 再加快速度控制音量 才能获得一个清晰灵活的打音效果 那段轻快的跳跃的段落呢 我们采用的是顿弓的演奏方法 顿弓呢要让手腕和中指无名指互相配合 外弦的顿弓呢基本上靠手腕 内弦的顿弓呢靠手指和手腕的配合 这样呢我们再依托这个本身公子他自己的弹性呢 演奏出的顿弓是既短暂又是充满弹性的 掌握了以上的这些技巧 我们就可以较为完整的演奏 这首凉消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